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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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年農曆年之后最开心的其中一件事 对于我来讲就是戏院重开 本身我还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人 但未至於戲迷 日日要去戲院 但一個星期去看一齣戲 都不是很新鮮 對於我來說不是很出奇 喜歡入戲院看戲 可能都是某一個年代 的人是一種生活習慣 生活方式 因為在戲院大銀幕 其實大銀幕 看到那些悲歡離合 二時萬七彩 闊銀幕 光影 然後不同的故事 都令到我們的心靈 開闊 或者有某一種安慰 對於我來說 看戲好像彷彿暫時脫離世界的現實 你可以進入另一個世界 去探索一下別人的人生 別人的生命 再不是有些科幻片 或者一些比較超現實的故事 亦都令到我們的想像力 更加去得遠一點 現在戲院重開 更加還有一間新戲院開了 我們可以有很多選擇 又多了一些選擇 可以去看我們喜歡看的戲 或者去感受一下 去一間新戲院看的感覺 因為其實拍電影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我很羨慕 或者很仰慕 拍電影拍得好的人 最近其實不是最近 去年 在某個場合 都看了一套關於本港導演的一套紀錄片 導演就是許安華 許安華其實住在這附近 遊街這附近 那個戲 紀錄片裏面 都有拍到這裏側邊 因為她在這裏走去 是她的地區 所以令到我更加有親切感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去看這套戲 但是其實所有電影 對於我來說 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 無論是紀錄片 科幻片 劇情片 唯一一樣東西 我就比較少看一些 可能這件事真的跟我的想像力不太相配 那個就是動畫片 動畫有很多時候 我都不太投入得到的 可能這些就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有很多朋友 我知道 什麼戲都不太有興趣看 但喜歡看動畫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 在疫情以來 我們大部分人 都習慣了去那些付費的網站 或者在那些平台去選擇電影看 或者去找一些他們上架的電影看 我都看了不少的電影在那些平台 因為沒有戲院進入 但我覺得戲院一開始 我就可能減少在家裡看電影 就出街看 而看電影是一件事 是一個人都可以很享受 不用一定要聯群結隊 約人一起做的事 也都是符合這個限聚令 我不需要見到很多人才開心 我自己一個人走進去電影院 戴著口罩 應該都沒得吃炮菊 就靜靜地欣賞一套 一對創作人 攜手合力製作的一個作品出來 這是很值得去做的事 所以我在這裏非常鼓勵大家看多點戲 今天我又繼續和大家降火潤肺 煲的是日月魚節瓜湯 還加陳腎、果皮、豬腱、蜜棗 非常之在這個時候喝 可能你吃得多外賣也好 吃得多外出街吃 現在放寬分限制 各人就趕不及外出街吃飯 可能吃得多外出街 在家裡喝滋潤的靚湯 都是非常之好的 日月魚還要加上是明目 因為日月加上兩個字加上是明 對我們整個身體的各樣東西 都是非常之有益 大家不妨就算沒有時間在家裡煮飯 都煮下湯煮下湯 然後才出街或者才上班 然後晚上回來 就有一個很滋潤的湯水喝 希望你也喜歡 謝謝你 要認識他 那 relying一 Engineer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